Hello,大家好,我是子慕 Hi,大家好,在上节课我们学习完如何做好APP渠道运营之后 这节课我们来看如何做好应用商店的APP推广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目录,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展开 第一个是应用商店推广的发展及价值 第二点讲应用商店的三大阵营 最后一点讲应用商店推广的整体流程 然后本节课会主要重来讲应用商店推广的价值 以及应用商店的三大阵营 那么首先我们看一下本节课的目标 第一是对应用商店推广逻辑有一个初步的认知 第二是了解国内安卓应用商店的三大阵营 首先我们来看应用商店推广的发展及价值 APP在应用商店推广的发展 从早期的单一形式发展到现在 逐步转向于多元化 虽然各家的商店各不相同 玩法不一 但是优化的本质只有一个 那么就是位置和展示 加之渠道本身也就是商店 并没有对用户做一些区分 所以一切优化的目的都是为了产品能够得到更好的曝光展示 有更好的位置 最不同于第三方渠道的一点在于就是说 应用商店它除了具备获取用户高流量的能力之外 当产品的品牌度以及知名度足够高的时候 它还为产品提供了一个搜索下载的存储空间 这也就是说 这也是应用商店的价值所在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应用商店触达产品的逻辑 就当一个用户访问应用商店的时候 他首先会看到一些的产品的曝光位 比如说底部的入口 搜索入口 公内的入口 那么当他通过这些曝光位点击产品之后 那么影响产品下载的一些关键点就有 产品的描述文案 产品宣传图 产品的好评 以及产品的标签等等 下面我们看一下 就是应用宝 这个应用商店 然后他用户出达逻辑的一些图片 视力图 我们可以看到底部有几个 底部有五个入口 然后还有一个班的 然后底部的话有发现 榜单游戏 软件娱乐 这样四个分类入口 那么我们选择一个发现进取之后 他会又有首发 优惠 腾讯 转啊 送流量 这样的入口 那么顶部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一直都会有搜索一个入口 那么搜索下面又会有相关的热搜运营的推荐 那么这些位置呢 其实都是他们商业化的一些体现 然后如果想在每一位置有所曝光的话 都需要跟商店去合作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应用商店的一些三大阵营 相较于国外的App Store和谷歌Play 国内安卓应用商店更有百家真宁的趋势 简单的可以划分为三大阵营 分别是以BAT为首的 曾经应用宝 百度手机助手 安理PP助手 以手机厂商为首的有 小米应用商店 360手机助手 卖族应用商店 风口应用商店 华为应用商店 乐视应用商店 锤子应用商店等 第三方的有安置应用商店 豌豆甲应用商店 应用会 乐蚂蚁等 在91和安卓被百度合并之后 近日豌豆甲也宣布被并入阿里一栋 那么除此之外 安卓应用商店还存在的一些现状 就说他们的大小渠道比较繁多 然后推广呢 优化规则也不一样 并且像刚才我们从图片里 我们看到的一些 它会严重的商业化 然后导致我们的 就是整体的竞争会很激烈 这一定程度上 给产品早期的推广 增加了一定的难度 我们来看这样一个数据报告 截止2016年 T51第一季度 中国第三季手机应用商店 活用用户丰布 数据显示 360手机住手 活用户占比42.6% 以较大的优势 AGD 腾讯应用宝排名第二 占比34.6% 百度手机住手 占比25.5% 那么除了这些 活用户丰布之后 我们再来看一下 应用商店APP首页的评测 这同样是爱美给出来的一些数据 首先第一个是小米运用商店 然后呢 UI方面的话整体是比较美观简洁的 然后内容方面 是有新品排行分类 我的这样四大板块 板块的特色呢 没有一些创新点 然后与用户的一些互动方式呢 也是没有 小米运用商店是在16年的4月有一次改版 然后现在的整体的 UI以及板块特色相较于就是数据给出来的 然后会有些许的一些变化 第二是应用宝 应用宝的UI是属于那种 刚才看到的 方块方块化 美观一些 内容呢 像刚才已经讲到的 是有发现 榜单游戏 软件 娱乐 这四 这五个板块 板块的特色呢 娱乐板块 在封设有影城和书城丰富的游乐内容 可以吸引到更多的用户流量 与用户的互动方式呢 下载应用可以获取到积分 积分可以兑换QB流量等 下载应用获取到宝券 可以充值 可以充当现金来支付游戏道具 嗯 接下来再看一下360手机助手 整体的UI白色为主 然后色调整洁美观 内容呢 分别是有推荐游戏 软件 应用圈 广影等五个板块 板块的特色呢 应用圈增加了社交的属性 用户可以点赞评论设置 然后有一些专需 明星的元素与功能相结合 然后与用户互动的方式呢 每天通过摇摇签道 赚金币 领取红包礼券的奖品形式 有现金 理券等 内容丰富度比较高 另外一点360手机 就是刚才看到数据 它整体的用户活跃度比较高 这一方面原因也来自于 PC端的360手机电脑管家 当你的手机通过电脑管家连接的时候 它也会启动他们这款APP 应用商店除了流量的大小不一样 然后渠道用户活跃度不同之外 因为渠道的流量来源不同 渠道用户属性也就各不相同 比如说刚才我们看到的腾讯应用宝 它主要依托的是自己强大的一个社交平台 用户更加广泛 属性也更加的丰富 小米应用商店则是依托小米不同手机 不同定位手机的出货量 用户更偏向于年轻极客多层次 从这些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出来 应用商店仅用户属性就存在着不同的差异点 那么这些差异一定程度上也影响着 后续推广过程中 我们对渠道的不同的侧重点 总结一下 应用商店除了具备会训用户的高流量之外 还为其他应用商店 还为第三方渠道提供了搜索下载的存储空间 那么应用商店的三大阵营 主要是以BAT手机厂商第三方 叫三大阵营为主 那么今天的作业便是 大家可以通过查看爱媒等一些第三方数据平台 了解不同商店的一些相关数据报告 思考自家产品的目标用户与商店用户的一些匹配度 这样呢方便我们后期再讲到 就是学到数据的时候 或者说大家在做一些资料投放的时候 能够带来更多的一些目标用户 因为如果说你自家的用户 你商店用户属性是不匹配的 那么这个时候商店的大家的能力 可能会显得很低 今天的内容就先到此为止 谢谢大家 我们下节课再见